大家好 我是曹童君 来自中兴大学创金产业 这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 就是大陆它很重视桌球 他们从小就培养 比如说我的学校就被定为乒乓球项目 那学校就选拔 那我就进去开始校队练习 到国中毕业以后 就升高中之后 那个学业压力 太大了 因为大陆的考试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竞争 所以就没有继续 因为我妈妈她的口头长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这几乎是我们家的一个 祖传名言了 像我 我是大陆来的嘛 我从大陆嫁来台湾之后 就一直在学习 适应台湾的生活 所以我就晚上 当时有去救国团 在一些日文课 然后有去劳工大学 晚上上了英文课 那后来就有一次跟我们许敏华教授在 他也是我们球队的 长青球队的队友 他就听说我在晚上也在上课 他就说那我们中兴大学也有开夜间部 那课程也很有趣 你要不来试看看 那所以我就重返校园 那许敏华教授他跟他的朋友 也是我们现在的球友 他们去大陆就是旅游间打球 然后认识了我的学长他们 我们学长就说我们有一个架了你们台湾球 打得很好 可以帮他抓出来打球 他们就找到我 所以我又重新回到桌球间 开心 因为这是我来到台湾拿到的 旅单的第一块金牌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全大运 历史上最老的金牌学生 我都是这样开玩笑 我是最老的金牌学生 对 我觉得让我感觉到桌球 带给我新的快乐